有什麼護眼貼士呢? 有三個方向我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一,要小朋友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什麼是良好的閱讀習慣呢? 有三樣東西不應該做 第一,不要在一個很暗的環境 即是要有光線充足 要在光線充足的環境下閱讀 才是一個良好的習慣 第二,不要很近的距離 起碼要保持一尺的距離 才是一個合適的情況 第三,不要很長的時間 當我們看半小時30分鐘的東西 其實就應該要休息一下看一些遠距離的東西 這是一個良好的閱讀習慣 第二,我們也建議小朋友要多做戶外活動 我們發現原來每一天有兩個小時的戶外活動 其實是可以有效減慢近視的出現和加深 原因是因為陽光內會刺激我們眼睛 生產一些賀爾蒙 導致我們眼球不會那麼容易拉長 從而令近視不會那麼容易加深 第三,就是小朋友應該要定期有眼科的檢查 我們要及早去監測 發現小朋友有沒有一些眼疾 例如是邪視眼、弱視眼和近視眼 如果有這些情況,就要及早求醫 我們盡快作出一些治療 去幫助小朋友保護他的眼睛 其實當然會傷眼 不僅僅雙眼,還有傷害身體的精神 或其他日常生活中的習慣等等 我介紹眼睛的部分 小朋友可以分為雙眼 可以分為短期中的影響 亦分為長期中的影響 因為當小朋友打遊戲時有甚麼習慣 就是很聚精會神 當他打遊戲時打得久時,其實他就不眨眼 當他不眨眼時,他就容易出現眼乾、眼疾的情況 亦會不斷出眼 這些都會影響他眼睛的發展 以及令到他很不舒服 另外當他長時間看東西時 亦有機會令到他用眼過度 出現傷害他的集中力 亦會令到他更加頭痛、會累 但長遠更加深遠的影響 就是當他打遊戲打得多 不斷用近視眼 不斷看近視眼 就會出現近視眼,不斷加深 近視眼不僅是大眼鏡 近視眼就是眼球會拉長 小朋友的近視眼 其實現在跟電子產品 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當小朋友出現近視眼時 他將來戴過了 有深近視眼時,就會出現青光眼 視網膜脫落、黃斑點出現 這些風險都大大提升 所以打遊戲機就要適可而止 何謂一個合適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 我們都有一個規則 0至2歲的小朋友 我們建議他不應該接觸任何電子產品 當他在幼稚園期間 我們希望他在每一天 最多只接觸2小時的電子產品 最多 到了小學階段 貨魚不可以多過2小時 當小學都不能好好養成 一個好的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 到中學你只能勸他 不要用那麼多電子產品 因為中學生他就不會理你了 小朋友有什麼常見的眼疾呢? 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最常見是近視眼 第二是邪視眼 第三是弱視眼 近視眼其實是很普遍的 六年級的小朋友 其實有超過一半的人有近視眼 近視就是眼球拉長了 就不只是因為要戴眼鏡 因為不英俊等等 而心近視會導致眼球不斷拉長 出現很多併發症 例如視網網脫落 黃斑點出血 黃斑點穿洞 青光眼等等 第二是邪視眼 邪視眼是指原來我們的眼睛 不是聚焦在同一個焦點裡 我們有俗稱可以叫鬥雞眼 或者射餌眼 邪視眼會有三個影響 第一當然家長很關注 就是不靚仔 外觀上的影響 讓人感覺不專心 但其他更加重要 其實就是原來我們看東西 沒有了立體感 我們平時看東西 其實是要靠兩隻眼一齊去看 才會有一個立體感 第三就是因為有一隻眼 偏開了 不看東西 那隻眼就會不用了 所以就會出現弱視眼的情況 弱視眼就是第三類 剛才所說的最常見的眼質 弱視眼就是 原來小朋友在一出生 六至八歲那段時間 其實都是一個視力發展的黃金期 如果那段時間他看東西 因為有其他重點原因 而他發展不到 就出現弱視眼 弱視眼是十分之重要的 因為這個弱視眼 我們要定期 小朋友要及早去檢查 因為如果我們不檢查 不知道眼睛有沒有毛病 遲了發現過了發育黃金期 他就永久性 是不能夠回頭的 但如果我們可以在黃金期之前 發現了他 及早去醫治 他的視力可以回復正常100分 這個弱視眼是十分值得關注的 中文字幕提供 家庭醫生也很常見到 有病人帶小朋友來 譬如我女兒上個月開始 對眼經常不斷斬 究竟醫生有甚麼事 歸納我會說是三大原因 第一是乾眼 眼睛不舒服 有些小朋友經常看電視 打機 練貫性 而且時間比較長 容易造成屏幕引起的乾眼症 乾眼睛眼睛很不舒服 你只不然想斬 把鋁水弄出來 這便會造成斬眼的情況 第二是有些小朋友 有眼睛敏感 他的眼睛經常癢 可能鼻敏感 眼睛敏感 皮膚敏感同時出現 變成眼睛痕不舒服 他都會造成斬眼 但亦都很常見的 就是這叫小動作 小朋友可能剛才的原因 引發了他 有一段時間斬眼之後 他就習慣了 在我們見到大約六歲的小朋友 很常見出現的小動作 例如斬眼、整個嘴 或者整個手指 這些反映到他自己 有時建立出來的 一個我們叫做小動作 或者壞習慣 亦都可以是一些 反映到他緊張的情況 所以針對剛才的三樣情形 第一件事是帶他去看醫生 檢查看看有沒有什麼 眼、藥水或抗問藥需要用 第二是不要刻意怪責他太緊要 又打他又罰他 因為你給他注意力越緊要 那些小動作就越難解 通常來說 幾個月如果是小動作都會沒事 不過先問醫生 讓醫生跟你講解 我們有一套詳細 完善的辦法去處理 有些人說他的兒子三歲 每天都看電視、玩電腦都沒問題 就證明了他的眼睛肯定沒問題 就不用看醫生驗眼了 對一半 其實家長對於小朋友的觀察 跟看醫生差不多一樣重要 不過只是憑他看電視和打機 就不能夠證明他對眼睛沒事 還要做多一點觀察 例如他看電視時會否空到很迷 或者走到很遠 或者有些奇怪的動作出現了 另外我們也要看看 他會否平時空間感有些問題 拿東西時好像不太適合手位 或者有時落樓梯時會否卡住 或者某一些地方特別容易 某個角落踢到東西 代表他的視野和視力 可能出現一些問題 然後留宿去看東西時 然後會否常常的頭 都是側在同一邊 可能有些邪屍的問題 另外我們也要看看 他的眼睛有沒有問題 會否是眼睛有些奇怪的動作 左右移動 甚至打圈 或者眼睛真是所謂鬥起眼 向內或者向外邪屍 這些情況 都可以給到醫生 很多有用的資料 但是自己看到有問題 當然要找醫生看 但亦需要定時間找醫生檢查 小朋友的眼睛和視力 為甚麼呢 因為第一 眼睛很重要 如果這個學習的階段 他的視力有問題 你以為他無心向學 或者在學校裏面 做一些反抖 或者不集中精神 造成影響到他的信心 和影響到他的學業 另外 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六歲以下的小朋友 如果他的視力有些問題 你不去矯正 可能令到他以後 腦部收不到訊號 出現墮性眼的問題 所以同樣重要 就是要看醫生 以及觀察小朋友的視力 以及眼睛